每到假日,安乐区基金路段就因为往新北市万里金山观光旅游的车潮 造成塞车成为大型停车场 严重影响安乐区大五轮地区三万人口的进出交通以及生活品质 因此传出中央已经通过台62线延伸到万里金山路线的可行性评估 立委林佩祥非常重视 因此在立法院国事论坛上 虽然肯定中央政府辩明的交通措施 但是也提出建议希望中央要一并新建国道三号设置高架引道衔接台62线7项快速道路 简单来说就是希望未来往万里金山的车辆可以利用这条高架引道 避开通过安乐区的基金路段直接到万里金山 才能有效疏解目前每到假日就塞在基金路段的情况 根据新闻媒体报道 台62线快速道路的新闸道终点是在新北市万里区 据说建设的目的之一 是为了减低假日时到金山万里流完的旅客塞车状况 但以本席居住在基隆市安乐区多年的经验 我认为在台62线的延伸工程实施之时 必务必要建置本席于上个月院会质询时所提出的国道三号设置高架引道 衔接台62线西向的快速道路 因为目前虽然在地图上 国道三号与台62号是有交集点的 也有引道来连接两条主要道路 但是却只有东向开往九份地区的引道 并没有一条西向往台62线安乐端的引道 因此造成假月旅游车潮都是往国道三号基金交流道下高速公路 并由市区道路前往金山万里地区 因此与在大五轮地区居住的三万位基隆市民 在周末的作息造成交通动线上的严重冲突 这是本席身为土生土长的基隆人 并自行开车往返台北通勤多年的自身经验 基于以上理由 为了能够有效的疏解假日金山万里地带的塞车困境 并促进此工程的目的 之促进我们的区域经济发展 本席强烈建议 在台62线快速道路延伸至万里的工程规划中 务必要将国道三号连接台62线西向的道路 做出高架引道连接 不然将无法有效的把假日行驶在国道三号的车流 引入台62线是金山万里地区 最后花费了估计250亿以上的工厂 却无法达到疏解交通拥塞的目的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